欢迎您关注今天的都市生活会 我是赵玥 说到洗衣液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通过各种途径也都能购买得到 但是有这样一种销售方式您遇到过吗 就是在您家的小区门口推销 并且在您购买之后还能很贴心的 把您购买的洗衣液给您送到车里或者楼上 不仅如此 这洗衣液的价格还很便宜 也就是市场价格的一半 可以说是便宜又便捷 可这事听起来是不错 但真的有那么靠谱吗 最近家住本西市的王女士 就碰到了这样一件事 去年的7月份 王女士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刚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就被一阵吆喝声吸引了 遇到了一个就是也挺年轻的 估计二十八七八岁那么样一个小伙 开个面包车送货的 然后拦住我问我需不需要洗衣液 听到对方的话后 王女士表示自己家的洗衣液够用 便婉拒了对方的推销 但对方接下来的话让王女士有些心动 这几个自称是快递小哥的人给王女士推销的是蓝月亮品牌的一款洗衣液 王女士听了对方的报价以后心动了 合计着反正洗衣液也是生活的必需品 现在只要平时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 何乐而不为呢 这二十块钱一同给我的 说了一会儿然后我就在想 反正也是自己需要的走工姐 然后他下边他说给你给我便宜吗 因为他也退不了货 然后便宜处理给我 王女士一下子买了十桶洗衣液 拿上楼可就费劲了 这几个自称是快递小哥的人还很贴心 帮王女士把十桶洗衣液送到了楼上 这也让王女士很是满意 但等过了一段时间后 王女士在使用这批新购买的洗衣液的时候 却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用的时候它那个溶解的速度就很慢 然后清洁效果又特别不好 因为我们家都用不动洗衣机 正常洗衣液倒进加料盒里以后 洗完衣服加料盒都是干净的 但是我那上面还留洗衣液的蓝色的东西 在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 王女士虽然心里有点犯嘀咕 但是也并没有太在意 直到有一次和朋友聊天 让她觉得这个洗衣液有问题 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摘意 从来也没想过这个洗衣液能是假的的问题 然后后来我也有买的也比较多 我想到因为周围也有亲戚在 然后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你别买到假的了 我说不能嘛 这东西还能有假的 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些 发现网上真的有这种假的洗衣液的案例 发现了这些案例后 王女士赶紧拿出了自己购买的洗衣液 进行了对比 经过对比后 王女士发现 自己买的洗衣液 基本上都符合了案例中假货的特征 难道王女士真的买到假货了 随后王女士赶紧联系了 当时卖她洗衣液的小伙子 我跟她说 我说你这洗衣液不太对 然后她没回我 她当时跟我说的 她是京东的一个送货的人员 但是你不能每次都拉那么多洗衣液 而且我是在她的朋友圈里头 看到她拉了一车洗衣 去送货的那么一个状态 然后车上还有好几个人 每次就是这几个人送货 送的都是洗衣液 然后我买到了还是假的 眼见着对方没有回复 王女士也越发坚定了心中的猜想 这洗衣液可能是假的 我当时就想 就是帅了个 过段时间发现 因为我有那个人的微信 就发现她还在送货 就想着不让更多人受骗 我就是报答案 在报警的同时 王女士也给本溪市公安局 高新分局的民警们 送来了两桶她所买到的洗衣液 方便警方鉴定 警方通过这两桶样品 很快发现了端倪 在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不对劲 这跟她平时以前买的 正规的这个产品 质量上差很多 正常的这个价格 应该在50 60左右一桶 但是她小偷的话 她是四桶才达到这个价格 一箱才买五六十 非常便宜 明显低于市场价 就是说她当时为了囤货呗 汇过日多买点 各家囤子就买了很多 随后警方也和蓝月亮公司 取得了联系 我们当时借到这线索以后 首先我们要对这个产品 这个样品进行鉴定 我们直接联系了厂家 正好赶上厂家 当时几种的借到 大量每一天都借到 大量的这种消费者举报 说我买到你家的产品 为什么质量有问题啊 这种投诉 然后厂家在询问 这个投诉人员的情况 问了一下 你在哪买的 购买渠道 他们都说是在街边 或者在市场 或者在小区里头 有这个摸通 惊动 快递 这种上门 这种推销 这种方式购买的 厂家给我们一次性 给我们提供了 好几百个有近期投诉的 这个联系方式 接到这个线索后 警方立即给这些受害者们 打去了电话 我们挨个打了 打完电话 我们一统计 涉及到我们省 七个地市 好几百个受害者群体 这样我们发现一个规律 他们都是通过这种 制程式快递小哥 然后便宜处理内部的商品 这种方式购买的这种洗衣液 短时间内出现了 大量假冒伪劣的洗衣液产品 警方推断 这应该是一个 急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制假售假团伙 随后警方立即成立了 918专案组 开展了持续调查 为了寻找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警方对嫌疑人 可能出没的小区进行侦查 很快一名穿着 快递小哥衣服的小伙子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给您瞅一下 您瞅一下 大股给卖 那谁愿说 那你走过一人也不瞅 你瞅一下 这个人是 你把大衣的洗净 你把同一个让你看 你大人让你看了 还不知道这假的大衣 我也不是说这买买的 她要说那 Has 什么 我要买两盆盐盐 盐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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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 那是当我事的 这个当我事的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名受害人 在与一名穿着京东快递衣服的男子交谈后 应该是支付了购买洗衣液费用 随后这名穿着京东快递衣服的男子 不断往受害人的车内搬运洗衣液 在交易完成后 便驾车离开了现场 他们穿着京东快递衣服 开了小面貌车 说自己是京东快递送货的 在送货的工程中 就是多拿了一些 或者有一些厂家 要临起要处理便宜 比市场价低很多 也就相当于两三折 市场价格是五十块一桶 而他们在街边销售里 推销是二十到十五块钱一桶 这样是非常便宜的 而且是大包销售的 送门到家 他们一般都把这个货 给你送到车里头 或者送到家门口 给你抬上楼 服务非常到位 穿京东小哥的衣服 更容易让老百姓信任他们 是京东快递员的身份 这样的话就以低价的方式 就是销售给被害者 通过民警的调查 发现了假冒快递小哥 卖假洗衣液的人 警方虽然发现了 售卖假冒伪劣洗衣液的嫌疑人 但并没有立刻将他们控制住 而是决定放长线 钓大鱼 通过销售人员顺藤摸瓜 找到最终的生产过点 那么警方接下来的调查 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正宗古法老红糖 珍血云南优质 上等好热 传承代价百年古法制糖工艺 匠人纯手工熬制 15斤甘蔗制成1斤红糖 原汁原炸 还原甘蔗原汁清香 甘香醇厚 甜而不腻 驱寒暖胃 家庭必备 春季养生佳品 正宗古法老红糖 每盒208克 三盒49块9 买六盒再加送两盒 关注都市频道 都市生活会 微信公众号 找到都市会 尽享好市会 看甲康 智杰杰 找国医甲仲县医院 沈阳国医甲仲县医院 携手都市频道 邀请金户甲仲县专家 引进微波 消毒技术 打造甲仲县康复 心机软 甲仲县康复热线 62686666 本西警方 接到群众报案 有人冒充快递小哥 到居民小区里 售卖假冒伪劣的洗衣液 警方进入调查后 发现了售卖假货的嫌疑人 为了追查到他们的上限 找到制造假冒洗衣液的窝点 警方决定先不打草惊蛇 为了摸清生产假冒伪劣洗衣液窝点的具体位置 警方首先对销售人员的面包车进行了跟踪 我们先去跟大量的这种销售中断的车 这种销售中断的车 我们得把这个盐锁定好 得把他们库房跟锁定好 警方经过侦查发现 省内的洗衣液假货库房 集中在本溪市本溪县和大连市 其中本溪市本溪县的库房 是由谭某在负责销售和经营 大连市的库房由崔某在负责销售和经营 在锁定了库房的位置之后 警方通过蹲守 又发现了该团伙的销售地点 不仅仅只在本溪和大连 而是辐设全省 他们一次性把这个货通过大车 拉过来 拉到库房里 然后在那边卖 我们发现车辆有十多台 十多台车 十多台车 每一台车 他们都是三五个盐乘一伙 一个小串伙 固定一个城市 这样有分工的 随后专案组的民警们 对这些销售的车辆 进行了跟踪调查 根据我们很多天的 这个连续的跟踪 发现他们的行动轨迹 是早上出来 上库房取货 然后整个这个到 咱们省内周边的城市 去推销 一直推销到 这个把车上 所有的这个锡业都推销完 一般都到下午回家 整个天天如此 他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的销售 这个销售量 一般在一千到两千 然后他们这么多人 加在一起 每一天销售个人过完 在对销售团伙车辆 进行调查的同时 警方也对该团伙 收款的资金走向 进行了调查 我们是这样 我们是通过这个举报人 提供的具体的时间点 和他整个的一个转账的 一个记录的这种情况 这种线索 我们逐渐地往上梳理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把这个嫌疑的车辆 还有这个收款方式 还有身份 逐渐地确定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工作 最后都汇总到 集中到两个点 专案组的民警们 通过调查后发现 这些非法获利的资金 最终都流向了 辽阳灯塔市 某村的季某和郑某 两个线索合并 一个是通过咱们 通过咱们资金流这块 最后锁定到 咱们这种收款的嫌疑 再一个是通过咱们 跟踪那些车辆 锁定到咱们那个窝点 然后窝点又出现 这个嫌疑的 基本咱们就确定了 这个就是生产的 这个老板窝点 警方通过蹲守后发现 郑某和季某 分别在两个不同的 生产窝点出现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两个究竟谁才是 该生产窝点的头目呢 还是他们分别经营着 两个不同的窝点呢 最后一级一级的往上磨牌 最后我们直至把这个 他们那个黑窝点 生产的黑窝点找到 一共找到两个 都是在咱们 辽阳灯塔市的一个农村 警方还发现 郑某和季某虽然分别经营着 两个不同的制甲窝点 但他们所生产的 假冒洗衣液产品 都是一样的 而且两个窝点之间 时常还会有交流 他们互相之间还有交流 这两个生产窝点之间 还有交流 互相之间还串窝 串原料 我的瓶不够了 跟你那串点 他们两个之间 还互相有交流 在确定了这两个窝点之后 专案组决定立即收网 对本溪大连辽阳三地的 嫌疑人进行抓捕 谭某到案后 大连市崔某的销售团伙 以及辽阳灯塔市的郑某和季某 两个生产假冒洗衣液窝点的嫌疑人 也同步落网 经过审讯 郑某这一年销售金额达50多万元 获利于20多万元 郑某制甲窝点被捣毁的同时 季某制甲窝点的嫌疑人 也同时到案 警方在抓捕时 季某的制甲窝点 正在生产假冒猎的洗衣液产品 我们采取一个出其不意的一个策略 抓捕的时候 他正好在现场正在灌状 这个嫌疑人非常慌张 我们把这个事说清楚以后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做的是假冒的做成表 随后该窝点的嫌疑人 也为警方演示了他们生产灌状的过程 将瓶身贴好包装 并印上生产日期之后 就开始了灌状的过程 在将现场控制后 警方对季某进行了审讯 做什么用的 就做了鞋 这里有什么用的 水 这是水 水 这个 这什么呢 这是装个箱吗 不怪不落 不怪不落 对 我拿出来哦 这就这拿 警方介绍 这批假冒伪劣洗衣液 其实很好分辨 只要细心一点 是可以看出端倪的 正常的洗衣液会在评审 然后写上生产日期 然后有效期以及生产笔号 而他这批货呢 就是只有有效期 他没有生产笔号和生产日期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洗衣的质量 并没有正常的洗衣液那么好 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到水里 不容易水 然后就衣服洗完了 它还是凝固的状态 在将两个窝点捣毁后 警方也将犯罪嫌疑人 还没来得及销售的假冒洗衣液 全部扣押回了公安机关 香是1600余香 然后就这种瓶合计 应该是6000余瓶 就是从辽阳和大连 对 三粒 对 三粒 然后扣押的这个假冒的成为洗衣液 不仅如此 警方还将用来生产假冒洗衣液的工具和材料 也一并扣押回了公安机关 这个就是贴在瓶身上的这种表 贴在瓶身上这种表 包括背面 背面 然后这个呢 是他们制作的半成品的蓝月亮的桶 这下面有明显的蓝月亮标识 然后整个后面这个区域 是我们所有扣回来的蓝月亮洗衣液的半成品桶 我们统计了一下 应该能有1万5千多下 是这个白色的呢 这个白色呢 是三吨庄的那个散装洗液的桶 他们是把这个洗液调拾之后 倒到这里头 然后这边底下有个粗的管道 这个管道然后插在机器上 往这里边棍装 然后这是整个洗液棍装的一个流程 918抓案组的民警们 共抓获了25名生产销售 假冒伪劣洗液的犯罪嫌疑人 而随着对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审讯 大连市崔某销售团伙的供述 很快引起了警方的重点关注 那么这个崔某团伙和其他的犯罪嫌疑人 有何不同 他又交代了哪些内容呢 早起时的一声问候 早上好 早上好 出门时的一句丁味 快点啊 好好吃饭 行程中的一路陪伴 是你催开家门时熟悉的味道 真香啊 是你和家为座时感受的温宁 是你面对困难时真诚的相守 这块钻哪里需要就哪里拔 相识相知 我们心手相连 相爱相亲 我们心心相应 关注我在你身边最真实的呈现 倾听我在你耳边最真情的告白 守护大屏回家经常看看 手握小屏贴身随时瞧瞧 好事连连一路平安 心向市场乘风破浪 快乐我们和你分享 烦恼我们与你共担 2022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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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都视频道 生活向上 美好同行 受假制假的嫌疑人已经都被抓获了 两个制造假冒伪劣协业的窝点也被端掉 相关的假货和生产设备原料也被没收 看到这儿 您是不是以为这起案件已经顺利告破了呢 可是接下来警方对大连时的催谋进行审讯后 竟然有了一个更重大的发现 一个规模更大的制造假冒伪劣协业的窝点浮出了水面 在警方将催谋抓捕到完后 警方通过对催谋 以及催谋团伙成员的审讯 又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 这有锅豆豬谁家 豆豬 豆豬你家 对 那往什么卖去 往什么卖就是五十六十 不是 这有锅全地方都 好吃雷 吃雷对 对 都卖哪去了 有时候卖找事 有时候小区门口 嗯 就这么卖 玩到边找到的也卖 嗯 你这锅卖哪去了 河北发 河北发的 河北什么地方 河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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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元 230元 这锅卷 河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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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锅卷哪来的 吃雷 吃雷 收尾 吃雷 多年 吃雷 25 6 25 6 25 4 25 6 8 6 6 10 10 5 10 5 這個人家的 是比我房子玩的 我房子玩的 問題是正常來去的公司說什麼 河北保定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崔某團伙所銷售的假冒洗衣液 難道不是由遼陽的窝點進行供貨嗎 這和河北保定有什麼關係呢 這一切呀 還得從崔某生意失敗說起 崔某跟鄭某是同鄉的關係 然後崔某在之前 經營一些其他的生意的時候 因為經營不善 後來伙同鄭某 然後幫鄭某去銷售假冒洗衣液 崔某把之前的一些生意夥伴召集起來 一共八人 從鄭某處購買假冒洗衣液之後 拉到大連進行銷售 崔某交代 由於是同鄉 所以鄭某給他的供貨價格相對會便宜些 所以他給團伙內其他銷售人員的供貨價 也相對便宜一點 讓他們獲取更高額的利益 一箱洗衣液一共是四桶 每桶是三公斤轉的 市場價是51塊8一桶 然後一箱是四桶 崔某銷售給他下面的這幾位銷售人員 是50塊錢一箱 這樣就是他平均賣一箱 如果按照市場價的話 相當於能征150塊錢 他們這七個人是銷售按100塊錢一箱銷售 就是平均一箱能征50 隨後為了打開銷路 崔某便想到了一個鬼點子 那就是冒充快遞小哥的方式進行銷售 通過網購的平台 然後購買的京東的快遞員的衣服 崔某然後教售下面的八名生意夥伴 穿著京東快遞的衣服 然後以冒充京東快遞員的方式進行銷售 主要銷售地點在網購面和金州一些老舊小區 不封閉的這種人員聚集比較多的小區進行銷售 主要銷售對象包括四五十歲的中年女性 以及帶孩子上學 接送孩子上放學的中年婦女 崔某的這個鬼主意很奏效 正是用了假冒快遞員的方法 他所負責的大連地區的銷售異常火爆 一時間鄭某渦點的生產力竟然有點跟不上 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 崔某在大連地區賣的貨比較好 然後鄭某這邊的量不夠 然後鄭某通過其他的朋友知道 在河北地區有很多生產制造加息業的 然後他就聯繫到河北的孟某和呂某 鄭某在發現了這些信息後 便將消息告訴了崔某 正為貨源發愁的崔某 在得到這個消息後便動了心 崔某知道這個信息之後 立即來到了河北 與孟某和呂某聯繫 然後大量地從呂某出 勾進假冒協議 通過物流的方式 發到大連 然後進行銷售 在摸清了這條線索之後 警方很快前往了河北省保定市 對這條線索展開了偵查 經過偵查 警方很快發現了 孟某和呂某的生產窩點 並一舉將其倒毀 隨後警方在呂某的製甲窩點發現 呂某製甲的品牌還不止一種 這條線索展開了 看有這綠桶 綠桶在這桶 這桶呢 沒有 這是綠桶 綠桶還有多少個啊 難得有多少個啊 把那些圖給你記掉 拿著皮 往那邊這兒紅桶 紅桶是這兒 這兒啊 那我這兒完了 紅桶應該是叫奧妙的 好嘞 小妙的啊 臭桶的 綠桶的 藍月亮的 藍月亮的 藍月亮是這樣的 藍月亮 三公斤段的 然後紅的 還有兩個 還有小的 這樣的是三公斤段 二代的 亮白整色 薰衣長相 然後這邊是奧妙的 這奧妙就是紅桶的 奧妙的 奧妙三公斤段的 這個 好嘞 還有 奧妙的 奧妙的 奧妙的綠桶 奧妙的 奧妙的綠桶 奧妙的 這點五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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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髮是白桶的 沒有啊 金髮的 金髮是白桶的 沒有啊 來看看包裝 包裝那兒 看那個不乾淨 看那個綠桶 這個 這筒子 這是成件的 是一件的 全是藍月亮的 主要的藍月亮度 至此 918專案成功告破 本席警方 共出動了90餘名警力 成功抓獲了 30餘名犯罪嫌疑人 打掉四個製甲窝點 扣押製甲設備四台 以及大量假冒偽劣的 成品洗衣液和製甲原料 保護了相應品牌公司的 合法利益 在這裡也給大夥提個醒啊 現在呢這種在小區樓下 推銷的方式有很多 有一些呢 確實有一定的優惠 並且方便了大家夥 但這其中啊 也確實很容易混進一些 不法的分子都受假貨 大家也很難進行分辨 所以呢 當您在購買產品的時候啊 如果發現這些產品的價格 遠低於市場價 您可就得留個心了 好好地進行分辨啊 可千萬別貪小便宜吃大虧 讓不法分子鑽了空子 買到了假貨 我們來說到明月和公筆畫 這兩者聽起來好像沒啥關係 但是真要把他們放在一起 這看起來可就有很大的關係了 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呢 是一群90後的青年夜首 這是自得琴社的作品之一 青年樂首們身著珠紅圓領袍 按綠上衣 藕色軍衫等 不同古代復原裝束 用古琴演奏現代流行音樂 比如哈利波特的主題曲 憤怒的小鳥遊戲配樂 巴赫的季弦上的湧灘調 還創作了大夏 長安幻視會 魚姬等樂曲 他們採用古裝配古琴的模式 改編傳統名曲和現代音樂 我們基本上以90後人為主 有年輕有活力 敢拼 敢闖 敢嘗試 00後甚至10後的人都有 我們在拍攝我們所創作的作品的時候 我們會通過復原的方式 然後再結合我們的作品 這樣能讓觀眾更容易地 被我們引導 進我們所要講述的音樂故事當中 2015年開始 自得琴社開始創作短視頻 2016年 他們用古琴改編現代音樂 演奏者身穿中式服裝 展現傳統的文化之美 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熱播之後 琴社推出了《長安十二時辰幻想曲》 他們不僅身着唐朝服飾 還扮演了劇中人物 既展現上唐的繁華光景 也有千鈞萬馬的緊張氛圍 吸引了國內外眾多網友的關注 網友們紛紛感嘆 明月演出美得像工筆畫 視頻播放量達800萬 2021年 自得琴社還與廣東省共青團 聯手打造明月版國際歌 全網傳播量達1700萬 越來越多的年輕目光 因為自得琴社的演繹 喜歡上了傳統音樂 讓更多人去關注到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傳統音樂 越來越多人喜歡上 或者是說發現了我們傳統文化的魅力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如何讓世界接納我們的傳統文化 這些年輕人的創意 的確值得我們一起學習 咱們總說高手在民間 說重慶沙平霸區 74歲的湯家路老人 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高手 湯老先生前前後後 復原了二十多件 《天公開悟》中記載的 《中國古代科技發明》 今年已經74歲的湯家路老人 一說起眼前的這些寶貝 就立刻神采奕奕 驚氣神十足 這個風車是中國 叫中國立軸式風車 它是給風的時候要合攏 然後轉過來自動打開減壓 這個風車模型是湯家路老人 前前後後花了大半年的時間 根據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著作 《天公開悟》裡的一張圖紙 一點一點推敲 琢磨而製作出來的 中國的風車不像歐式風車 它是必須要迎風 中國式風車 裝在哪個方向 風從哪個方向來 都是一個方向轉 都可以 湯家路老人 對復原中國古代科技模型上了眼 除了這個多向轉動的中國古風車 最讓它感到絲毫的 是親手復原出了一台 漢代發明的古風機 看 有風 來 你看 它把旋轉的力量變成拉力 然後打風 知道 那麼 所以這個出現以後 爐體的溫度就可以升到1200度以上了 除了這兩件寶貝之外 湯家路老人還復原出了一牛巴墨 車墨 沖車等幾十種中國古代科技的生產工具模型 它還不滿足於此 為了讓更多人看到中國古代的科技魅力 湯老先生還做出了一比一復原的科技展物 這當時按著王真農書上的介紹的漢代發明的這個水蓮酒墨 它主要在這個山溝水積的地方 輪子縮大 很大的輪子 然後大水來衝動 帶動九個墨來墨面 在漢代是大規模墨面的一個加工機器 這個水蓮酒墨是湯家路老人 和與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們 經過了無數次試驗和試錯 才最終做出的成品 手工搬動的人 一看上次打瘋了 聽得哭吱哭吱打瘋了 我可以說他們在底下 邊搬邊叫喚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的製作工人幾個骨幹 這個越做興趣越大 古代科技迷湯家路 愛追千年前的老玩意兒 同樣心靈手巧的 還有福建龍岩的這位木匠爺爺 看看這威風伶伶的木製機甲 往院子裡一放 那絕對是整個村裡最拉風的機甲 而這可是木匠爺爺 親手為孫子打造的木製機甲 據孩子爸爸介紹 因為孩子特別喜歡機器人 所以他的爺爺和臨村的一個木匠 耗時40多天造出了這個 1.8米高的木製機甲 這個作品大部分使用松木製作 買營料花了1000多元 孩子看到了十分驚訝 特別喜歡 這個木製版本的機甲玩具 真的是太牛了 這個技術讓人驚嘆 有網友說了 這又是別人家的爺爺 自己家爺爺買玩具 人家爺爺自己做玩具 有個心靈手巧的爺爺可太幸福了 更何況說 這個爺爺親手製作出來的玩具 裡面也承載了爺爺點點滴滴的愛 我們再來說到童話 相信很多人在童年都聽過 做父母的也應該給孩子 講過一些經典的童話故事 不過今天這位寶媽給女兒講的童話 那絕對是孤本 咱們一起來聽聽 還穿過兩個 廣東廣州90後的杜女士 經常帶著一歲女兒出門玩耍 她們遇到的每一處景物 杜女士都會給女兒編一個美麗的童話 溫柔分享給女兒聽 我女士你喜歡太陽公公 你喜歡太陽公公 你喜歡太陽公公 我喜歡太陽公公送給你一個推薦 之前是動畫師剪輯師 但現在是全職代畫 這一次回來 發現小時候記憶的那個老蟲已經在慢慢消失了 然後想著帶著那個寶寶到處去逛逛 然後就發現了很多驚喜 你看啊 這裡有一個雨點爺爺 他在這裡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這個琴劍都很深啊 你應該跟他一起打節拍啊 然後我是回來之後發現 挺多這些猛猛狗狗的 經常來我家吃的是有那個 有三隻小野猫 你有很多人啊 好冷貌進來哇 挺太陽好勇勇喔 杜女士說她是真的覺得家鄉的小城很美 所以她的童話也是發自內心的聲音 从杜女士的讲童话里 我们听得出 她对于家乡的热爱 同时也让人感觉到 她对于女儿的宠爱 还有就是对于生活的热情 咱们说心存美好 则无可恼之事 希望每一个人的生活 都过得如童话一般 确实身边的美景 需要我们有一双 能发现美的眼睛 比如说沈阳 你换一个角度 就会发现不一样的美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沈阳城市的美景